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关二代 燕子就是其中一个 燕子并不是像某些电视剧演绎的一样 是被举荐和选拔的 他从一生下来就注定要做齐国的上大夫 因为他父亲就是齐国的上大夫 不过 虽然是关二代 但是燕子并不是绣花枕头 他有自己的真材实学 公元前531年 晋国认为齐国的内论还没有平复几年 国力未稳 就起了趁人之威的心思 于是 勾结建国一起进攻齐国 为了扭转败局 燕子大胆启用出身田氏的田壤居 他认为 田壤居虽然出身田氏 但是仅仅是远之 原本来自乡下 并不受宠 用他 田氏不会过分排挤他 他也不会被田氏所用 而且 此人非常擅长兵法 特别有利于解决眼前的麻烦 后来 果然不出燕子所料 田壤居不畏强权 杀掉了墓中没有军阀的庄稼 使得齐国军队的军纪更加严明 最终成功使得国家免于亡国的危险 展开拳门 然而 作福相依 眼前的麻烦结束了 但是远处的麻烦还是一直存在着 同年 楚林王派兵进攻陈国和蔡国 将王者之边指向了北方地区 为了暂时遏制楚国 也为了让齐国腾出手来继续发展 燕子决定去会会楚王 而楚王 也意图借羞辱燕子来羞辱齐国 显示自己的霸权 那么 楚王是如何羞辱燕子和齐国的呢 楚王一羞狗洞 明明是辱骂燕子矮小 实际上 是讽刺齐国霸权已弱 国家弱小 楚王二谈人数 齐用心已经丝毫不掩饰 近乎直白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齐国就是一个国小民贫 人数稀少的国家 楚王三代罪犯目的就更简单了 就是想直接说齐国的百姓都是作奸犯科之人 看似粗鲁 其实本来的目的就是让齐国臣服 但是 这些话 都被燕子免里藏针的话语 一一化解了 两国邦交 过柔则有损国格 过刚则容易引发冲突 小小一句难举悲止 其作用却十分之大 也难怪司马牵线 生会称赞燕子是在世管重 在我看来 燕子是一个能臣 在他手上虽然也间接死过人命 但是 齐所思所想都是齐国 更难得的是 他虽然不怕死 但是总会因为非常擅长避祸 和获取国君信任而得以活命 纵观燕子的一生 我们不得不感慨 他真的是一位神奇的官二代 本文有海书说春秋圈子作者 Jennifer编写 喜欢的朋友多多分享哦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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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